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7月1号现身香港后就从官媒上销声匿迹 身影近两个星期才有相关行程曝光 12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新疆大学考察调研 习近平自掌权以来时隔8年再度出访新疆借此宣示强硬立场 长期以来驻新疆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 但明明12号就抵达新疆官方却密而不宣搞神秘 让习近平公开消失的时间创下今年一来记录 有外媒分析很可能与担心遭到袭击有关 习近平甚至脱口罩和民众近距离互动 而两周内密集安排两次视察行程 说明北京已掌控局势也要供固权力 不断灌输习习意志黑手无所不在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